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是今夏真正担忧之处 一旦西南无省叛乱 那么 陆家便是孤立无援 纵使有严加支持 这一战 也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今夏让蓝叶先行回陆府 加强对陆府的守护 让陆府的女眷不得外出 他随着杨月再一次回到了军营 找到了杨成万 将此事的严重性告诉了杨成万 想要听一听杨成万的看法 杨成万得知此事 亦是有些慌乱 该死的谭震龙 没想到他会是叛徒 今夏思绪飘得好远 对杨成万道 师父 或许谭家背叛并不是在这一朝一夕 你想呀 当年 齐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 便灭了我原家 说不定便有谭家的助力 杨成万握紧了拳头 狠狠地敲打在桌子上 咒骂道 娘个腿的 看我不开抢蹦了他 今夏走到杨成万身侧 轻声道 师父 我有事需要你帮忙 你想怎么办 今夏道 师父 谭家背叛已经是事实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其他四家的态度 所以 我想请师父走一趟青海和西藏 试探下流 照两家的态度 杨成万沉声问道 那云南和贵州 云南唐司令我有所接触 他应该不会 我会以思念唐梦婉为由 将唐梦婉叫到陆家 只要他能来 便能够证明唐家的态度 至于贵州 我表述我的性情我了解 他比任何人都痛恨君主力限制 不会叛变 不过 我也会派人去试探 好 我马上启程 月儿 你留在军营 照顾好少夫人 若是少夫人出现任何闪失 我拿你试问 杨成万离去前 将今夏托付给了杨月 爹 您放心吧 我一定拼尽全力护他周全 他不仅仅是陆夫人 更是杨月的妹妹 今夏感动地看着杨月 朋友之间便是如此 平时看不出感情多深厚 可是 当你遇见危险的时候 谁是真心待你 谁是虚情假意 一目了然 唐梦婉得知今夏想念自己 便飞快地来到了南宁 片刻不得耽误 他笑嘻嘻地看着今夏 道 夏爷 你能想我 我太开心了 我在府中无聊 又没有姐妹相伴 便突然间想到了你 今夏客套得道 唐梦婉笑了笑 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信和一块将令 交到了今夏的手中 道 这是我爹让我交给你的 他说 或许 你更想要这个 今夏打开信 里面句句 皆是唐司令的中心 他握紧了这块将令 心中略有些底气 这是可以随意调动唐家军的令牌 他上前将唐梦婉拥抱在怀中 真诚得道 谢谢你 玩儿 唐梦婉笑了笑 道 我说过 只要你需要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很快 今夏又收到了袁家表叔的回复 和他想象中一样 表叔自然是痛恨君主立宪制 当日的夺妻之恨是表叔一生的耻辱 他自然是不可能支持袁大总统 正当今夏排兵部阵时 他一接到了杨成万的回复 刘 赵两家是死效忠陆家 得到了这些肯定的答案 今夏的心中方才好转许多 眼下 他只需除掉谭家便好 除掉谭家需要不动声色 一旦惊扰总统府重庆的兵力 那么便会很棘手 思来想去 他设计了一场鸿门宴 今夏以婆母六十大寿为名 召开了一场宴会 宴请五大司令 他让大嫂将山寨中的兄弟们 接接入陆府 打扮成小丝的模样 做好了布房 他做了两手准备 若是谭司令来此 那么他便直接在宴会之上 将其制服 若是他不来 他便在宴会之上 直接呼吁四大家族讨伐谭家 无论怎样 谭家此次都在劫南逃 当今夏在宴会上看见谭司令时 他便露出了笑容 谭震龙终究是轻敌了 一个小小的妇人 他怎么可能放在眼中 直到他被抓获 他依旧是不敢相信地看着今夏 怒道 你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娃娃 居然敢抓我 就算陆都军在此 也要给我几分薄面 快让他们放开我 今夏笑着看谭震龙 对其道 谭伯伯 您放心 我不会拿你怎么样 只是想要留您在路家住上一段日子 直到路易平安归来 谭震龙双目瞪得圆圆的 兄道 你威胁我 谭伯伯真爱说笑 何来威胁一说 难道您不希望路家军胜利吗 您放心 您在路家暂住这段日子 我定会好好指挥谭家军 不会让他们丢您的脸面 今夏笑着道 你做了什么 谭震龙眯着眼睛 看着今夏 他这才意识到 他低估这位年纪轻轻的路少夫人了 没做什么 只是奉谭伯伯的命 派谭家军当了先锋 我想 若是此战路家军胜利 他们也是功臣 心中自然也是欢喜的 今夏见谭震龙越来越愤怒 继续道 还有 我听闻 谭伯伯家的五公子 自小便爱慕我家小妹 过而 我便替我父亲做主 允了这门亲事 我已经将这个好消息 放给了各大媒体报纸 想必全国各地 都接到了谭露两家联姻的消息 此时此刻 谭露两家放出联姻的消息 谭家军再出现在战场上 想必 齐家不会再相信 谭家了吧 两家有了隔阂 没有总统和齐家的支援 解决谭家 轻而易举 在今夏大赦鸿门宴的时候 陆一纳方一没有闲着 他带领的陆家军 连续打了三场胜战 将齐家军逼退到江西边境 只要夺下江西地盘 那么将直接打到齐家老巢福建 今夏将自己调查的消息传给了陆一 陆一得知谭家军叛变后 便将先锋队的队齐进行了更改 改成谭家军军旗 让齐家人误以为 先锋部队是谭震龙的人 两人默契配合 成功地离间了谭家和齐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鸿门宴